嗨,大家好,我是Renes 现在呢我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妹 is Hanoi 你会听到很多嘈杂的声音 这里的交通真的是 很烦躁 现在我们第一个stop呢 是吃越南的sandwich 这个就是sandwich 你应该还是吃不了 这有Maggie咪的香味这样 普通 那个很敬艳到我 这很奶奶 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我来吃一口看啊 可以接受 真的吗 好脆 这是什么 好吃 买了这样几个东西 终于有一个比较好吃的 其实这里天气很凉 主要是我选对的时间 我特地选大概十月尾 这时候他们会比较有冬天的天气 所以那我就要 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热 因为它有微风 因为它有微风 很好吃 很好吃 你又要吃反饭 你越来越有足够的地方 曾经超过温馆 很多人都可以看到 那些万幸节的打板 去到哪里都要找麦豆腐就是了 我的天啊 这个还有mayonnaise 还有honey mustard 还有辣椒酱 好特别哦 这个很奇怪 他只要这样做马来西亚的衣服 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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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我们上来了 哈啰 我是在Kaum Koc 很涼的 他在這裡賣東西 喔 那邊有豬喔 要買嗎? 不要啦 要賣這是食物 來來來來 你要賣? 你要賣? 謝謝你 要請喝水嗎? 喔 要請喝水嗎? 要請喝水嗎? 好不好 多少? 多少? 多少嗎? 感恩 恩 感恩 我買水給他 日當日的小費 多少錢呢 多少? 十萬千不萬一百 全部萬一百 天啊 沒有一點被摳的感覺 是的 這剩下都是一百千耶 一百千連十八塊 好涼喔 這是晚餐時間 其實幾乎一整天都去 我們一早的租桌寶石去那邊 然後我們自己去到這裡 回了我們酒店 再吃晚餐 我們喜歡這家的店 這是它的配料有貨合 好醜喔 怎麼這樣子 還有這一個是他們的 好像所謂靈魂 之類的 我們說這個是人生必須吃的 這是早餐 然後越南炒麵 現在就撈了一下 加這個麵條 還有加魚 然後可以加這個麵條 這個特料 這樣子 這樣子啦 很好吃 這間真的太好吃了 它叫Chaka Panglo 這間是一個黃色的招牌 因為魚很嫩很嫩 然後蔥也很好吃 什麼都好吃 對啦它的服務也很好 很快 蔥菜很快 真的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啦 所以見囉 我們來到了第三天 現在呢我們要去 卡路費跟下一關 然後現在是我們在等待著 我們在午餐 我們下午餐 我們下午餐 在午餐 里面 就要是可以參考 然後我們下午餐 然後再加一班 就要再加一班 就要再加一班 就是一個小班 然後再加一班 然後再加一班 再加一班 就要加一班 後來 我們下午餐 就要加一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第三天我们去了西阿龙湾 其实大半天都在巴士上渡过 所以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拍到 然后总结一下我这两天的旅程 其实我这两天的旅程是找当地的tour guide带我们去 然后第一天我们是去宁平 第二天我们是去下龙湾 其实我一开始蛮期待下龙湾的 可是不懂为什么 我现在觉得宁平的活动给我更加有感觉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宁平的活动 就是游到一个小时半 还有就是骑脚踏车看一些风景 那边的天气真的很凉 就它虽然有太阳有大太阳啦 可是我会feel到真的那个温度真的很舒服 希望可以把这温度带回马来西亚 我觉得这个Incredible Asia的导游症 很有礼貌 然后他把我们都安排的妥妥当当 然后他讲的英文都很明白 然后他咬吃的很好 然后他真的有照顾到每一个旅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是在最后一个到达重点的 就是我们都跟队都跟在最后一个 他就立着那个大队一起等我们 然后还有 其实就是这两天的tour的食物都不是很好吃 可是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很好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来河内啊 或者是越南的话 你们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 就是Incredible Asia 我会把所有的链接放在资讯栏 找找看他们有provide的那个tour 就是什么什么 一日游啊 两日游啊 或者是这样的 这个是他们当地很著名的小食 就是snack 我也不懂要讲念他的名字啊 我到时候会把他的名字放在旁边 或者是放在资讯栏 但是闻起来很像炸鸡的味道 嗯 吃一口 吃一口 它吃起来就是好像马来西亚的葛萝卜 葛萝卜是用鱼的 可是它这个是用煮鱼做的 你吃着很咸啊 是很好吃 嗯 很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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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真的有一點 不合我們胃口 好喝嗎 沒有喝到咖啡的感覺 全部是雞蛋 所以我在這裡做一個總結 其實整個旅程呢 我特地選這個時間呢 是因為這個時候呢 其實是接近冬天 他們的天氣會比較涼 可是同時呢 他們的天氣啊 那個環境也很乾燥 整個臉都很不貼妝 然後我也是戴錯了 我建議大家呢 可以戴一個比較滋潤的 我是Cushion 整個旅程來講 蠻豐富的 我其實做了研究 然後我決定呢 穿了當地的導遊配套 就讓他們帶著我們走 那些必須去的觀光景點 真的這次的收穫蠻大的 很震撼的感覺到 那個大自然的力量 真的很奇妙 還有那種 Peace of my就是 它給你一種 心靈上的一個 安靜吧 其實它讓我沉澱了很多 就是想 哇可以放空 完完全全的放空 不用去想任何 至於我住的旅店呢 我會把詳情放在 直訊欄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沒有拍 酒店的所有事情 其實 我對這次的酒店呢 這個心情有點複雜 是一開始 第一天晚上 我覺得它的隔音很差 然後就對這次酒店的印象很不好 可是過了第二天 過了第一天 過了第一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我發現 因為他們的服務態度真的很好 就無法挑剔啦 這間酒店 不應該 以它自己的 soundproof 而定罪 它是一間不好的酒店 然後我會把 比較詳細的review 放在 description box 還有它的價錢 之類的 我覺得越南人 其實他們的態度很好 他們不會咄咄逼人 他們也不會很強硬的感覺 不管去到哪裡 大多數地方的那些店員啊 攤位的老闆 老闆娘呢 他們的服務態度都很好 有一點呢 我覺得很值得被稱讚的就是 比如說我在那個 我在夜市場 我看了一樣東西 我想問那個價錢 然後是什麼之類的 過後我覺得我不滿意 然後我就謝謝他 然後我就走掉 他沒有跟我擺臭臉 然後他也不會刁難我的感覺 然後他還是態度很討厭 我覺得這是越南人的風情吧 我覺得他們對待人的方式很誠懇 然後又很有禮貌 然後說一說食物 食物 我覺得總的來講呢 他們的食物很清淡 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吃得很清淡 所以大多數的女生 小女生 年輕的女生 真的看起來每個都很瘦很瘦 到目前為止我找不到一個胖牛 然後還有他的顏值也真的很高 這樣這個就是ending了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還有like我的video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